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看不到嗎 你近視了 那我來幫你配眼鏡吧 好險 媽媽 去旁邊 滿臉笑容和孩子玩樂細細 無寶媽咪 無叔鳳 最愛這樣的親子時光 然而過往家暴環境的歷程 一度讓他人生變得掉 又遇到幾乎要走上絕路 是基督徒媽媽不放棄地為他禱告 枯竭的心恢復跳動 並重逢默默守護他的學長林建宗 婚後兩人的優先次序 就是鞏固家庭關係 用愛來打造溫暖的避風港 朋友們你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們現場這位來賓 年輕的時候還是學生的時候 聽說她很愛泡夜店 所以你會想像她是一個很愛玩的女生 但沒有辦法連結的是 她現在是五個孩子的媽媽 實在很了不起 歡迎叔鳳 叔鳳你好 好 我們剛剛聊了一下 五個孩子現在是一三五七歲對不對 有點差不多這個年紀階段 對 你們小時候你的成長環境 父母親的狀況大概是怎麼樣 你小時候是在花蓮長大喔 其實我在花蓮就是待到大班 對 但是在我三四歲的時候 我媽媽跟爸爸就先去台北工作 對 所以我是阿嬤帶 然後大班的時候 爸爸媽媽幫我們接去台北 因為在花蓮就業機會比較少 對 那我媽媽是原住民 媽媽是原住民 對 然後爸爸是開計程車 然後爸爸在開計程車就是台北的 就是客人會比較多 對 對 對 那等到真的大家都住在一塊的時候 那時候家庭的生活狀況都還怎麼樣 父母親之間的相處啊 因為在台北就是生活就是 物價比較高 開銷比較大 然後我還記得我們四個 是住在一個小亞房耶 對 就是我們是住在房間 然後廁所都是要跟房客共用的 對 因為為什麼這樣 因為就是爸爸比較少就是工作賺錢 那爸不是開這輛車嗎 但是他就是可能一天看 然後其他五天就是去喝酒 對 然後有些賭博 對 然後不然就是 我常常小時候印象就是看到他就是在睡覺 因為宿醉嘛 然後有時候還要我去幫他找車 連車在哪都搞不清楚了是不是 對 就很醉 對 所以媽媽需要打兩份工作 那爸爸當時喝酒的狀況是有到酗酒這樣的程度嗎 就是他一喝酒就是 就是不會清醒的回來 對啊 那一喝酒會有很暴怒的情緒 就是他會找我媽媽起來打 我常常都不敢睡早 因為我就想說 因為媽媽她就是 她的夜班就是兩點下班 半夜兩點 對 然後那個爸爸他都會在就是 大概十二點的時候他就會穿皮鞋 因為我看到這個動作 我就是覺得知道他要去哪裡 對 他就是要去喝酒 然後記得他回來的時候 然後媽媽就會 就看到我還行嘛 他會叫我安靜 然後媽媽就會躲在衣櫥 然後後來是因為衣櫥被我爸爸發現了 因為爸爸就會把他拉出來打 對啊 然後被爸爸發現之後 然後媽媽就開始躲 躲在外面的那個二四小時的餐廳 然後因為他會讓我知道 可是我就沒辦法很放鬆 對 那除了對媽媽之外 爸爸對你們孩子也會有一些暴力的動作嗎 那對我比較不會出現到要打 因為我一直都很聽話 然後功課也都保持很好 那弟弟他比較皮 所以他會打弟弟 就是用寫法或是就是抓背 然後這邊都會一條一條的 對 然後有一次他找不到媽媽就打弟弟 然後那一次我就很生氣 我就罵爸爸說你不要這樣 然後我就被爸爸打一巴掌 爸爸是因為有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才開始喝酒喝得這麼厲害嗎 就是他以前其實一直都功課很好 就是到了就是在花蓮 然後他的成績是可以考花蓮一中 當然他在就是考試前出了一個車禍 對 然後他就是從此之後像頭就是會痛 然後加上他覺得可能那一次有挫敗 然後他就沒有繼續就是好好的唸書 對 然後到了就是開計程車之後可能是交朋友關係 喝酒賭博 就又喝酒賭博 然後對自己好像比較沒有自信 是是是 那家裡頭這樣的狀況啊 你在課業上你說你功課卻也還不錯 就是國小小一到小五啊 就是覺得自己要表現好一點 然後會讓爸媽媽比較開心 然後就很要求自己 所以你覺得從小在這樣子的家庭長大 然後又很心疼媽媽 也很害怕媽媽真的被爸爸打了怎麼樣的 那個對你來說應該很大的心理壓力 造成一些什麼樣的影響嗎 滿累的 因為要念書 然後又要就是擔心媽媽 然後就對自己的影響就是 到了國小五年級的時候媽媽真的受不了了 她有跟我講說她要就是離開爸爸 然後可是爸爸不讓她走 所以她要去驗傷 因為那次打得比較嚴重 然後她去驗傷 她說她要開庭 對 就是要就是要離婚 然後但是需要就是有證人 然後那一次對我影響比較重 是因為媽媽請我當證人 那我才國小五年級 對 然後我就出庭 然後就在法官面前就敘述爸爸的行為 然後後來那個就是出庭之後 爸爸跟爸爸的親戚就是 就是看我的表情 對 就是我現在還記得 然後記得有一個親戚 所以她就說用台語說 就是你這個小孩怎麼告自己的爸爸這樣 然後可是那時候我就是很心疼媽媽 所以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是對的 對 那就是那個可能是一個開始影響我吧 後來我就不怎麼喜歡念書 但你小時候在這樣的家庭長大 你的內在部分 例如說你在外面面對同學的時候 你會刻意想要隱藏在家裡頭的狀況嗎 就是在就是同才之間就會覺得還滿快樂的啊 就是學習也很快樂 所以就也不想不太想提家裡的事情 暴力高壓的家庭環境 讓烏書鳳心疼媽媽卻又無能為力 她出庭當爸媽離婚官司證人 卻遭親戚鄙視而蒙上陰影 原本開朗的她開始變得叛逆 蘇鳳在國小的時候是非常樂觀 非常活躍的一個女生 她是我們學校的騎手 對 女童軍 對 所以就是總是在升騎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她在就是前面這樣走 就很威風 對 然後也是合唱團吧 對 反正就是各種才藝 然後就在學校就是有點算風雲人物 國中一進去的時候 她就有被那個我們學校的大哥 就是搜作就是 怎麼幹妹妹那種的 對 所以她在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就非常的照 對 然後所以她就是那段時間 其實她有一點 在我們學校有點像大解頭的感覺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可能在家庭的影響之下 她也想要保護自己 我很害怕 因為我已經跟爸爸一起 這樣的生活在傷害裡面 打架等等 就沒有辦法被 沒有給他們保障 所以她自己出去了 找不到孩子 然後我一直要打電話給她同學的電話 然後又怕對方的同學媽媽 就是影響他們的家庭 然後我一直不斷地在找孩子 書風也不斷地躲起來 媽媽有跟你說過些什麼嗎 因為你是最大的嘛對不對 所以當時她在婚姻當中 面臨爸爸這麼大的壓力 暴力想想 媽媽有沒有曾經跟你說過些什麼 她的心情 她的情緒 媽媽沒有特別講什麼 但是媽媽就一直讓我感覺就是 她很愛我 媽媽曾經有尋求過什麼樣的協助 針對這樣的家暴狀況 五年級的時候 媽媽就找那個家暴中心 就你說媽媽被打得最厲害的那一次 社會局 對 然後社會局就建議我們要 要就是 有點像連夜要搬走 然後教會也不能去 學校也不能去了 然後而且還要轉學 還要轉學 然後還要住在他們供應的住所 就是那庇護中心是 滿多人住在裡面 都是這種情況 就是家暴的婦女 愛的孩子 然後就上下鋪 要那個密碼才能進那個門 然後吃飯也是要排隊 要等大家都領完 然後大家要排隊這樣吃 然後也常常會聽到就是 有一些媽媽她們情緒失控 說想要自殺 對 所以每次看到類似像這種事情發生 妳那時候能夠理解嗎 或是妳那時候 心裡頭是怎麼想這個的 就是其實還滿 其實還滿害怕的耶 因為就沒有家 就住在這樣一個地方 然後就每天都聽到很多人在哭 是 對 然後不知道還要多久 不知道還要多久 然後又是轉學到一個新的學校 然後是六年級 那時候六年級 我記得他拍畢業照 我都覺得 就這個班級跟我也不熟 對 所以那時候變得比較安靜 跟以前的妳就不一樣了 以前滿活躍在學校的 然後什麼社團也想參加 可是後來就覺得自己好像 也沒有什麼價值 我會這樣想 因為爸爸那個樣子 真的很不容易耶 對妳們來說 其實對孩子來說 在這反反覆覆的狀況之下 壓力其實很大 對 所以妳說在國中 妳就開始有一些變差行為了 對啊 國二的時候就 常常翹課 常常翹課 然後就認識學校的一些 就是 比較不乖的學生 然後就認一些 乾歌乾節啦 對 會認識一些校外的人 反正就是 哪裡好玩 然後哪裡就是 誰對我好 就跟著他吧 是是是 那時候我 因為高中升學 我就想要念 就是比較有技術的 就是想去複習美工 對 所以就沒有念一般的高中 因為那時候就一直很想 國中畢業之後 就可以自己要有能力 其實我國中畢業 我就想要出去住 就想出去住喔 對 那後來真的有出去住嗎 有 有 那你也才 這麼小的年紀 對 你那時候怎麼 怎麼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那時候在 高一的時候 就是 認識了一個 就是 學姐 然後她 她的家裡 就是離學校很近 然後 就幾次去她家玩 就覺得很近 然後她是獨生女 然後她有邀請說 不然的話我可以去 跟她一起住 這樣我上下課比較方便 對 然後就是 後來就跟她 一起同居 對 然後她是一個就是喜歡女生 喔 對 就是一般大家說 Town boy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就是我們也在一起 就是我們出去我們就是 就是 我們就是 男女朋友的關係這樣子 出現在大家面前 是 那時候對於你來說 你怎麼看待這段感情的 那時候我覺得 因為 爸爸的關係 其實我有點害怕男生 然後如果他太大聲的話 對 我也會比較怕一點 那因為我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其實就滿高的 然後其實很多的男生 都想要接近我 因為那時候又跟一些 比較不好的孩子 不好的學生在一起 對 那 就 我曾經也差一點 可能就是 被傷害 對 然後 然後 我那時候就想保護自己 我覺得女生很好 嗯 然後我就說服自己 其實我是喜歡女生的 那跟學姐之間的這段關係 那時候是 是很享受在你們的關係裡面嗎 就是你們的相處 一開始覺得好像還不錯 可是後來真的 每天朝夕相處生活 然後發現女生愛女生的 那種愛跟那種 就是很強烈 就是 因為像我還是會就是有一些 可能男同學會打地方給你啊 或是想要接近你 或是 有一些別的交朋友的機會 然後他就 他就是受不了 他就會馬上生氣 然後記得 每次吵架就是 他都會以死相逼 哇 壓力也很大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是常常就是很激烈 然後就是 他就是要站在那個 十一樓 對 然後對 然後我就是一直要跪下來 跟他say sorry這樣 哇 對 所以我們在一起其實 四年耶 可是我花了一年要跟他分手 對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女生 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樣子的感情 是要怎麼相處 然後他好像也覺得我傷害他 然後我覺得很有壓力 對 然後甚至衝突來的時候 我沒辦法面對這個衝突 所以我也有就是想要自採 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看到陽光 就是白天來了 然後還有禮拜一 因為大家都就是 有了一些目的要去念書 或是要去工作 對 可是我完全就沒有動意 對 其實我心裡面一直在策劃就是 因為我覺得就是 在離開之前要陪媽媽 烏書鳳大學考上服裝設計系 努力想要功成名就 翻轉人生 卻因流言蜚語 好友都離他而去 中度憂鬱魂不守舍的模樣 宛如行屍走肉 怎麼辦怎麼辦 沒有想過孩子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我當然很慌了 然後還好我當天早上是 他回來回到家裡的時候 當天早上我有靈修讀經禱告 就有一句話 那個導讀本就有一句話說 你要向你的孩子道歉 哇好像針對剛好 怎麼更好知道嗎 然後我就跟我書鳳說 媽媽先道歉 媽媽對不起你 讓你在外面那麼多 受到很多的苦 我說要不要叫那個救護車 然後我們就先禱告 很奇妙 眼睛就亮的時候 書鳳既然好起來 而且不用叫救護車 哇真的是很奇妙 在近前母親的禱告下 烏書鳳回到教會 她想起在主日學 領受過上帝溫暖的愛 透過盡心禱告 憂傷的心得著一致 甚至能向朋友傳遞喜樂 就是從上海回來之後 包括後面這些日子 就是她的那個愛 愛跟柔和的力量是 滿明顯的大爆發 對我覺得是的 就是這樣內在的轉變 然後到外在的愛的明顯 要禱告嗎 因為我本身不是基督教 然後我想說那就跟著一起 然後她就非常大聲的 把我的名字唸出來 然後祝福我今天怎樣怎樣 我心裡想說 哇就是 以前我們都是聊天 就是講一些屁話而已 結果她竟然就是 把這麼正面的力量要 賜給我 帶給我 就讓我覺得就是很有愛 在當時好像你整個交友人際圈 都受到這段感情很大的影響 對 因為其實我在高中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搬出家裡 然後我所有的重心 都在我的朋友身上 然後所以我們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就是在高中的時候 我們都在一起 就跟你跟學姐也都很好 對 我們就是一起玩 一起去夜店 對 很多瘋狂的事情 都跟他們一起的 然後就是還一直編織夢想 就是想開設計公司等等 然後因為就是 學姐就是跟她分手之後 又有另外一個女生出現 對 然後因為我很確定就是 我不是喜歡女生的 所以在另外一個女生出現的時候 她覺得就是她要對我付出 然後她也覺得我好像在利用她 對 那加上我那時候 就是考上服裝設計 可是我在讀 我在大一要進學校之前 我就已經有在外面接一些case 對 做一些舞台劇的造型師了 對 那其實那時候對我來講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就是 翻轉我的人生 對 然後我就想要靠我自己的力量 然後我想建立一些人脈 然後我的朋友那時候 後來他們離開我之前的說 他們說的就是說 他們覺得我變了很多 對 變了很現實啊 變什麼 對 然後我就開始 好像從小到大的那種 就是回憶都湧上來 一些不好的東西 對 就是被拒絕要不被愛 就其實非常的難受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說 我媽都會關心我嘛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我會去學校 然後可是其實我都不是去學校 我就是在騎車在路上晃 那後來這書 還有辦法念下去嗎 比較嚴重的狀態就是 我變成只想要躺在床上 不想起來 對 然後所以學校那邊 我也沒去了 然後後來我就跟我媽說 我要回去跟她住 對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心裡 一直想要離開這個世界 對 然後我每天都在想 要用什麼方法 就是哪一棟樓比較好 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看到陽光 就是白天來了 然後還有禮拜一 因為大家都就是 有了一些目的要去念書 或是要去工作 可是我完全 就沒有動力 對 那媽媽有觀察到你這樣的狀況嗎 因為我都不講話 然後她有看我就是不講話 然後也不怎麼吃東西 然後她很難過 她就哭著問我說你怎麼了 對 然後她就為我禱告 是 然後她為我禱告我們兩個就一起哭 嗯 可是我還是沒有跟她講 是 其實我心裡面一直在策劃就是 因為我覺得就是 嗯 在離開之前要陪媽媽 嗯 對 然後我媽媽就問我媽媽 要不要一起去教會這樣 是 因為媽媽她是原住民 他們小時候有在長老教會 然後媽媽是在我就是國小的時候 就更恢復跟神的關係 可能是因為爸爸給她壓力也很大 嗯 對 因為她真的是要緊緊抓住神 我都常看到她就是在禱告 所以那時候媽媽這樣子希望你去 然後你也因為想要讓媽媽開心去 對 去了之後有感覺嗎 其實我記得那時候小組 然後我都完全好像沒有表情 沒有靈魂坐在那邊 心虛走肉一般的 對 然後 然後 我還是在想哪一棟樓可以去跳 嗯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真的有做耶 喔 我 我找了一個地方是 就是我小時候常去的教會 因為那個教會它是有那個 管理員 然後他在晚上的時候他就會 他的那個大樓就會關 關掉嘛 然後我還早一點進去 大概九點 還可以進去的時候進去 然後先躲起來 嗯 然後我那時候人在十三樓的時候 我想說 啊 大家應該都走了 都離開了 對 然後我就想 就是要去 去 跳下去 然後那時候 還滿奇妙就是 因為它那邊有個窗 窗簾 然後就看到那個風 然後窗簾就一直動 對 然後那個風 就吹過來 然後 但是 有點大 然後我覺得 很奇妙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突然有這些 這種 這陣風 然後 那時候就有一個意念 就是 它告訴我 那個意念 那個感動是 還有路走 嗯 然後我在哭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到 我小時候在教會 嗯 再小小的我 然後就開始 就是在唱詩歌 然後很喜歡 對 嗯 然後就覺得 有一個很溫暖的感覺 就好像天父 我就想起來 就是天父 然後耶穌 然後我都覺得就是 一直很感動 一直 就是 覺得 好像要停下來 想一想 那 同時 那個電梯又 開始啟動 可是其實是沒有人 嗯 然後 我就覺得奇怪 因為我沒有去按 喔 它怎麼電梯會自己上來 對 嗯 然後其實那時候 在那個空間就有我 然後 我的 那種心情不是害怕 我是覺得 好像有人來接我 嗯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那是神 對 然後所以我就下去了 嗯 然後下去就打給媽媽 然後媽媽就說 孩子 你快點回來啊 我在等你 這樣子 媽媽知道你才剛經歷了什麼嗎 等到你回家的時候 你有跟他說嗎 還是不知道啊 還是不知道 你還是沒有說 嗯 可是從那天開始 我就是 一個聲音就是 喔 你沒有價值 然後跟就是 神的話 就 從那天開始就 並行 嗯 對 會有一個拔河 一個掙扎這樣子 對 因為有一個牧師 嗯 然後他 是我媽媽的小組長 以前的小組長 是 他就是在上海那邊宣教 他就問我媽說 欸我要不要帶書奉去上海 嗯 然後他就說 因為聖靈 一直要感動他來問 嗯 那時候參加媽媽 跟媽媽參加一些聚會 是 然後有神的話進來 是 然後那時候也有就是 牧師來開一個特會 對 就是告訴我們福音 要傳回耶路撒冷 嗯 然後要華人是那一棒 嗯 然後我就很感動 可是我覺得欸 本來就是想離開這個世界 怎麼會因為這件事情 有感動 有感覺 對 對 然後就 剛好是那個牧師也在大陸 然後他問我要不要去 然後有一個聲音 就是告訴我說 這個 就是一個 重新的開始 嗯 那去了做什麼事情呢 我其實那天晚上 就是到了上海之後 我就直接去牧師的家裡 嗯 他是一個媽媽 嗯 然後牧師媽媽 然後他 就牽著我坐在沙發 在上海 他的家 然後他告訴我說 我什麼都不用做 嗯 他說 神要我休息 嗯 然後我聽到這句話 我就一直哭 嗯 對 因為我本來以為我要是 去工作的 嗯 然後但是他告訴我這句話說 我反而覺得 就是 一個 好像有放 放下 然後他就說神要醫治你 嗯 然後他還說那 就是你願不願意 就是不要 跟 就是台灣的朋友聯絡了 因為那時候MSN 噔噔噔噔噔噔噔 然後我就說好 我不要上線 嗯 我也不要聯絡這樣 嗯嗯 然後那時候兩年都在做 教會的全職同工 那兩年實在是一個 重神 一個重神 因為在大陸 我看到就是 嗯 大陸人他們對神的渴望 嗯 然後還有一些神經 極其事的發生 嗯 因為我們會去一些就是偏鄉 對 然後那邊有瞎眼的 那邊有貧窮的人 然後我們就是去服侍他們 然後這兩年我改變很多 就是第一個我 就是 我找回我的價值 嗯 對 因為聖靈一直不斷的充滿 對 然後就是帶小朋友 兒童主持學 然後也帶小祖 然後也帶 敬拜祖靈 對 然後最主要是禱告 因為我們有一個禱告殿 然後我都是守大夜班 就是跟神在一起很很久 嗯 對聖靈就會一直我 那有哭有笑 然後就一直把 就是感覺好像把一些東西丟掉 因為本來拖了很多東西 往前走 是走不動的 這個 這可能穿上去是好看好看的 林建宗和烏書鳳大學在秀場認識 在烏書鳳低潮不告而別的期間 林建宗仍掛心著他 面對得來不易的感情 兩人都更珍惜彼此 很多的溝通跟很多的努力的前提 都是以他們兩個結合的愛為主 再去思考很多人生的選擇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讓我感動的 建宗那時候在旁邊拿著一台iPad 我一直以為 他是跟一般男生一樣在打電動還是什麼的 就沒想到就是當書鳳跟我講到一個重點 可能說他那一次在某個地方發的哪一間餐廳 這時候建宗就立刻把那個iPad轉過來說 就是這邊 其實他就在旁邊默默的聽我們聊天 然後可是他卻就是在幫他做你知道 好像跑跑跑跑的感覺 然後就是我就覺得這個男生就是很有愛 就是他我可以看出來那個時候就是 他們是非常非常相愛的 然後書鳳也因為他就是變得更好的人 我相信書鳳條件這麼好 對他好的人一定很多 那我覺得對信仰對耶穌這麼的認真的人 可能不太多 那我相信建宗是其中一位 對信仰對耶穌很看重的 女婿也很誠懇的說 我想要跟你女兒交往這樣子 那我們兩個就談一談 我說沒有關係啊 如果你們彼此相愛 那你們就可以交往 對 我沒有反對 因為在原生家庭 這書鳳看到了媽媽怎麼樣 忍受到爸爸這個有一些暴力的壓力 所以其實小的時候書鳳或許對於婚一想到 就會有一些比較負面的印象出來 但也沒想到他現在的婚姻非常幸福美美 而且就像我早前講的還有五個孩子 今天現在來到我們現場 建宗你好歡迎你 謝謝妳好 那你那時候看到這個學妹有什麼特別想法嗎 因為服裝系嘛 所以他們都會 他們的打扮都蠻特別的 對 可能明明就很熱 然後卻要圍一個圍巾 對 對所以我對他們 對他的印象蠻深刻的 對然後所以在那一次走完秀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朋友 對也就是我們的媒人 所以後來我們就 就是透過他就說我想要認識這個人 哦 了解 但你那時候狀況就是不好的時候嗎 對不對 大學那個時候 所以 那時候有對這個學長有特別的想法嗎 那時候就覺得 就是 因為他的外型就是很陽光 對 我那時候其實是喜歡有點壞壞的 對 然後我發現他有喜歡我的時候 我還把我家裡的事情都講給他聽 對 就是想要嚇他這樣 那你有被嚇跑 沒有 沒有 是他自己不見了 他就不見了 對 不見了就是去上海了是不是 對 那時候我就拒絕他 我就說 你就把我當空氣一樣 你就忘了我 對當我不存在 對 然後我就就是離開一些社群 就是什麼部落格啊 或是對 手機也不用這樣 消失 真的消失了 那你不是很錯很難過 一下子就找不到人了 對 然後他那時候有玩一個天空部落 然後我為了他 然後就申請了一個帳號 然後在上面寫 要找他的一些文 然後或想念他的一些文章 這樣子 希望他能夠看到 能夠回應我 都沒有 就是兩年 兩年 就是在上海的兩年嗎 對 你那時候有感覺到他當時的狀況這麼糟糕嗎 我當時候只知道說他好像很憂鬱 很不開心 好像有很多事情 很有很多故事的人 對那我那時候一心就是想說 就是有沒有可能把他拉出來那個狀況 對 但是沒辦法 結果這上海這兩年之後回來了 你們怎麼又恢復聯絡的 是我主動想要約以前的朋友 因為我那時候很開心 很喜樂 我想要把就是耶穌介紹給我以前的朋友 你想要傳福音給他們 對 因為我改變 就是從我身上就看到神 然後我也想讓他們安心 因為我認識消失蠻久了 對 所以我就放假 就回台灣 然後就找了他跟幾個大學的時候的朋友 哇那你接到他主動發出來的訊息 下一大條有沒有 看到他的時候就說 人活著就好了 對 什麼都不重要 活著 活著最重要 那你看到他的那個樣子 跟你原來預期會看到他的樣子 那時候有感覺到他有效了 有效了 對以前真的就是 我是欠你 那你們怎麼會變成男女朋友的關係呢 可是這件事情又隔了三年齁 又三年 對 你說吃了那頓飯之後又三年啊 對 吃了那頓飯之後又三年 然後那時候他也有女朋友 然後我也有一個就是 論結婚嫁的男朋友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是 有一個框架就是說 那時候就是 就是基督徒 對 就是要找基督徒的對象 後來有一段時間是找自己 對 因為你好像要跟這人結婚 可是你又不平安 你又不平安的感覺 對 就是你們要更深的交往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會覺得很不平安的那一陣子 然後我就跟神禱告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和平的分手 對 然後其實這些我都有跟他聊 對 因為那時候就 很好玩就是我們 就像哥們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要去找我男朋友結婚 然後我要去找我男朋友分手 對 然後就 後來就跟他見面 然後我就發現 就是 眼睛就為之一亮這樣 那不是已經認識很久了嗎 就認識很久了 可是 就會覺得 怎麼感覺不太一樣了這次 對 就是 因為他一直其實都是好好先生 就好像那個大人哥一樣 大人哥 就是一直在你身邊 對 然後也會傾聽你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突然覺得 因為找到一個自己 然後神 對啊 就是 就是把那些框架 都 打掉 然後我就看好 我就想 有一個感動就是 就是也是希望他 就是更多人是神 是 對 然後覺得 這個男生 滿帥的喔 然後又很好 可是他不是有女朋友嗎 那時候我們也都是 我的感情也剛好到了一個段落 所以 因為我以前就很喜歡他 對 然後他現在又分手了 然後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 我也感情也到一個段落 然後我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我很 我就在一個簡訊當中 就跟他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以結婚為前提交往 就直接這樣子 我就很直接 對 就很直接跟他這樣 所以你對於他 進到教會這件事情 你那時候是有期待的嗎 有 就是我有部署好一些信訊 在那個台灣 對他身邊 對 就要跟進他 他那時候就告訴我說 所以 我可以詹唱 如果 有 有